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的选举 这个风气败坏,选风坏透了 选风真的是糟透了,坏透了 尤其是这个新北市议长副议长的选举 传门有一票五千万 这是对台湾的民族伤害非常之大 自身且具我们民族猛羞 所以昆卫在这里要向我们检调富裕 应该立即展开调查 厕查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啊 给我们全民有个交代啊 所以昆卫今天特别 请大家来参加记者会 就是向大家报告台脸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个不能打马虎言不能拖延 一定要立即展开调查 彻查查一个这个是真相 给人民有一个好交代 让我们民族啊不要猛羞 那么接下去哦 是不是如果觉得大家觉得可以 我请我们的秘书长啊 他是这个我指派他这个是做这个新北市这方面啊 这个一个联系独岛啊 就是贤我之命啊 去这个新北市 这个敬台脸的一样啊 在那边 那昨天的经过是向大家报告一下 好 那主席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那昨天是投票日 议长副议长的投票日 那新北市因为关系重大 所以补习就特别 希望我能够到现场去 能够就是说我们台年跟民进党是有共识来一起来合作 所以就是要执行就是说党的决策 就是不论如何就是要支持民进党的议长跟副议长的提名人 那议长当然就是陈永福 那副议长就是陈文志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议员张静廷就是要这样的来执行 那所以昨天一大早就到新北市的议会去等那个张静廷议 那我们就约8点左右会到 结果他到8点半才到 到了之后我立刻就跟他一起到那个议会的这个所谓的公关室那边 那么我也请这个民进党的议长提名人陈永福跟陈文志一起 我们就四个一起谈 那我当场就是说 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要支持这个议长陈永福 副议长陈文志 然后这个是主席的命令 而且党的重大决策 那也是两党共同的一个公司 绝对不能够有丝毫的闪失 那当场我想这个因为我们这只有四个嘛 所以当场就他都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说困难 就是认为说就是可以这样来做 所以很快的他们就进一场去投票 那当然这个过程到最后的结果是变成这样的时候 我们中午这个台南跟新北市都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跑票移营一出现 那么主席立刻就要求我进行这个调查 立刻调查小组来调查 说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议员有跑票 台年的议员 新北市跟台南市是不是有跑票 所以我们立刻就成立小组 立刻就动作 而且我们也立刻跟民进党这个相关的研究 这个赶快联系 然后我们就组成一个小组 然后我们就逐一比对 逐一比对 我们进行比对的工作 那么台南市部分 因为有跑票的现象产生了 所以我们就比对 那么我们也逐一比对 跟民进党的那个台南市的负责人 我们逐一的一起比对 比对的结果 我们确定杨忠诚议员 是投给民进党的议长 这个候选人是完全确定 是百分之百确定 所以他完全没有跑票 所以台年的票并没有跑 所以我们就认为 杨忠诚我们必须不能够怀疑他 就是要给他清白 那民进党那边也证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起合作 那至于新北市这边 昨天我们也是逐一比对 昨天就是比对的33张票 那民进党他们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票 他们有监票跟比对 结果发现就是张静庭明显是有跑票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之后 我们就立刻报告主席 那我们就主席就决定说 这个我们党对于所有支持我们的所有选民 我们没有办法交代 我们立刻要做最严厉的处分 所以就是我们不用选择 只好开除党籍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是要向各位报告 那么我们当然对于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我们非常的通行跟遗憾 因为我们有一个被欺骗的感觉 所以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结不单纯 而且黑幕重重 所以主席也要求 这个是应该要求检调单位 能够能够进行这个所谓的尽快的调查 调查出水落死出 这个绝对不能够有丝毫的 让他非法的或者是鼓蔽的会险的行为 让这个传闻一直在传闻下去 我们很负责任的希望检调单位一定要立刻启动调查